科学家们近期在国际空间展,Internet National Space Station S的厕所和运动区,检定出了肠杆菌鼠菌猪的存在。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一般人可能会在里听说过这个鼠的物种。 一些肠杆菌菌猪可以感染中症监护病房里的免疫缺陷患者,并且对抗生素具有高度耐药性。 幸好在S上监测出来的肠杆菌属菌猪,是对人无止病性的菌猪。 但是在S上监测出肠杆菌本身这件事就足以令人担忧了,人体内充斥着各种微生物和菌群,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它们。 而且即使我们用我们已知最先进的消毒方法,我们也无法在太空站干净的房间里把它们完全摧毁。 要是S上完全找不到任何菌群,那才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 S所处的环境和地球上可是完全不同的。 光是微重力、空间辐射和较至地球大气层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水平都会影响微生物的生活和繁殖方式。 S-S噴气推进实验室的微生物学家们,定期都会对从空间站中收集的菌群进行分析,以观察太空环境是否对微生物的种群造成了什么影响。 同时也为了保证不会对S上的一些精密设备,构成现在的危害。 但是,这是它们第一次在S上检测,除了耐药肠杆菌群株,为了显示S上存在哪种细菌,我们使用了各种方法,来详细描绘它们的基因组。 老达的微生物学家Pastorri,Vancorpus Warren解释说,我们发现这五株S上检测菌的基因组,在遗传学上,最接近于地球上新发现的三种菌株。 这三种菌株都属于同一种细菌,被命名为不是上检菌,从来自不同地区东非、华盛顿州和哥罗拉多州的三甲的报告显示,该细菌会在新生儿和胃重病人中引发疾病。 这些样本在2015年就被收集了,目前为止还没有宇航员因为这种细菌被击倒,所以这些微生物暂时而言还不够成威胁。 然而,在将来它们可以将人类一军,研究人员比较了三种尼床菌株的耐药性,发现空间站的长杆菌菌株,对头包作林,头包西丁,本作西林,青霉素和令浮萍都具有耐药性, 同时对其他的抗生素也有一定的耐药性。 虽然目前X上的长杆菌菌株,还不会对人类治病,但是它们与临床上的治病菌进行基因比较后发现,它们有112个基因相同,并且与毒性、治病性和耐药性有关。 通过计算机模拟后发现,这种菌株有79%的概率会发展成人类病原体病的人类治病。 目前为止,这种被发现的耐药场杆菌,还没有进行火体测试。 并且那NAF重生了X中宇航员们还是安全的,并没有受到该菌种的威胁,但这一情况必须进一步跟踪调查,并尽可能的为X的居民们提供一种解决脉药菌疾病感染的方法。 目前,科学家们仍在进一步研究X的物理气候条件,比如微重力、奇弹太空和豪天因素,对菌种致病性和毒性的影响。 本文一字3C Word有意志力维谈,今日创作空用协议,Bite NC发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